第28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完美落幕 直播相对而言有看点 不仅嘉宾表演的节目精彩 获奖嘉宾的名单更是精彩 而且难得看见热度较高的男团集体穿西装 是听觉盛宴也是视觉盛宴 此次获得荣誉的音乐人有很多 包括蔡徐坤 李宇春 刘宇宁 时代少年团 阿云嘎 张亮颖 黄灵 郑云龙 周深等 其中张艺兴和刘雨昕较为出彩 女团成员刘雨昕和原创音乐人张艺兴 他们两个人多次获奖 荣耀是属于他们的 张艺兴一共获得四个奖项 分别是最佳男歌手 最佳专辑 最佳男歌手和时代金曲 于是出现了张艺兴奖杯抱不住了的话题 在接受采访时 张艺兴向主办方和粉丝表达了谢意 并且表示有在准备一些特殊的礼物 送给歌迷朋友们 随后用了两个字加油 来鼓励期待她的歌迷朋友 坚持音乐初心 追求极致热爱 张艺兴在音乐上的造诣确实高 刘雨昕个人共获得三项荣誉 她是年度人气歌手 也是网络影响力女歌手 还是微博人气歌手 坚定的音乐态度 真枪实弹的音乐作品 不断精进的专业实力 刘雨昕用自己的实力 一步步朝梦想迈进 作为一名女团成员 这样的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 除了个人奖项 她所在的团队也多次获奖 她所在的The Night曾火遍全望 如今却鲜少有人提起 大多数提及她们个人 能够获得团体奖不容易 限定女团的路不好走 她们也算是娱乐圈的一抹亮色 盛典只有20个节目 分别由获奖的音乐人进行演绎 它就像是一场音乐会 形形色色的人唱自己擅长的歌曲 是一场听权盛宴 动听的歌曲那么多 精彩的舞台也不少 但综合来看两个最出彩 一是阴突万集体表演的 Wonderland Party 这是她们新歌的舞台首秀 前奏响起时 刘雨打了个响指 开场方式很特别 整首歌轻快有节奏 表演几乎无瑕疵 不过她们的服装和歌曲段落 分配问题被粉丝质疑 瓦吉吉娃对此并无回应 希望她们的公司 善待这群男孩别毁了她们 二是张艺兴表演的苦行僧 和飞天舞台 国风舞台是加分项 张艺兴总是会把自己 独特的见解融入进舞台和音乐 她把自己对音乐的感悟 用歌曲和舞蹈呈现出来 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张艺兴 数十年苦行僧 心中有指名灯 换飞天入梦 数一段Mpop新传奇 实力与作品是她的底气 不愧是舞台王者 如果要说此次胜点谁的热度最高 那必然是时代少年团 她们先是获得两个奖项 后表演了活力满满的歌曲 少年时代 喜提热搜 热度居高不下 她们先后的造型形成极大的反差 表演时的穿着 可爱青春有活力 领奖时则是西装加持 扑面而来的帅气难以抵挡 马家琪 宋亚轩 刘耀文 燕浩翔 贺峻林 穿西装同台的机会并不多 难得的一次必然掀起风浪 如果是七个人穿西装合体 那又会是一番盛况 东方凤云榜音乐盛典 虽然已经结束 但是影响力却不曾削减 可见各位音乐人的魅力 继续加油吧 期待她们创造出更多好听的歌曲 带来更加精彩的舞台